本次定期大會第25次會議 那上午的議程是市政總質詢 也跟大會報告 今天請假的單位是 金花局方進城局長 那由副局長殷世希代理 今天議員質詢的順序是 林一錦議員、王景德議員和曾培雅議員 每個人質詢的時間是50分鐘 那首先我們請林一錦議員和王景德議員 聯合質詢 時間共用100分鐘 兩位議員請 賴市長 謝主席 賴市長 還有我們各位一級主管 王景德議員 還有我們媒體好朋友 大家早安 我今天跟王景德議員 聯合總質詢 那我想首先 我就要針對這一次的微冠 大樓的這個倒塌這個事情 來做一些探討 我想過去921的這個重建經驗 這個集合住宅的住戶間一定必然有它的存在的差異啦 那所以不論現在的微冠的受災戶要選擇原地重建或者選擇離開這個傷心地 我覺得市府當然必須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尊重而且要全力協助 那我覺得就之前我們有開過那個微冠大樓的這個專案報告 那也有議員在質詢詢問 那我們市府其實對這個事情 現在目前確實是朝這樣的方向在做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正確的方向 那特別是我們這個災後 TVBS的民調有高達88%的這個民眾對於這一次微冠的這個救災 跟整個這個這次的地震的救災滿意度是88% 那這個滿意度其實相當高 那可見就是說整個市府團隊面對這樣的一個災難 其實是卯足全力 那盡力在做這個救災的工作 那我們期待這個市民對於整個的災後重建 災後這個的一些後續的這些工作 也對市府能這樣有高度的滿意 那我現在有一些想要探討就是說 目前啦 想要離開傷心地 重啟生活的這些受災戶 我們可以確定市長也明示表示說 有市府要架構那些土地 然後原本支持這個原地重建這些受災戶 他們所期待的這些都市更新 那現在他們要籌組所謂的都市更新會 那我想請教一下都發局 就是說目前他們已經送建進來了 那這個都市更新會 他們目前的進度是如何 對這個園旋舍的財盤 他那邊的發局 在這個�主甚至有的 是否高和家庭। 也謝謝公共那邊的 那來做一點都市更新會 那現在他想要來國際升級 的確定市政市場 我們帶來個公司公司的 整合的狀況 再來協助他 這一個都市更新的一個作業 好 那所以就是說都市更新現在就是慢慢一步一步走嘛 當然我想這個路程還蠻長的一段路 那真的期待師傅全力協助 我們就是期待說其實兩兆 兩兆我們都要滿足他們啦 就是說他想要離開的 我們真的幫他離開 當然想要離開的他想要趕快拿到 我們賣到這些錢 還是他應得的這個補償 他就趕快要重啟新生活 那如果想要原地重建的 積極的在這個地方透過都市更新的手段 要來重建的我想是否要盡全力來幫忙 這也是一定 那另外就是說我有一個疑問 當然這個就可以探討 上次你們有訂出一個所謂的 架構的這個價格 就是說四樓最低價 是每一坪是37.7萬嘛 那一往上往下地增 可是這叫垂直價差 有沒有考慮到水平價差 這一個部分來講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圍觀大樓它的形狀 它是屬於這個比較我們講的扁平 比較跨心比較淺 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都可以面到永大路這一側 只有少部分是面到這個國光五街這裡 只有很少部分 那所以便說要去再做一點差別的話 其實說穿的第一個到差距上不大 第二個 因為房子已經聽不見了 那我們就按照一般新建大樓 它在預售的時候 它基本上會考慮的方向 那既然它是一個扁平型的 所以在面國光五街這裡 即便是有其實差距也不是很大 那再加上樓下 它本來就是大面積的店面使用 所以我們是把樓下的這一個價格 跟這個四樓再做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這樣就可以突顯出它的樓層效應 因為現在探討說所謂的水平價差 當然就是所謂樓上的問題 因為你也知道我們救災的過程就很清楚 它的零有大陸是A到G度 那後面還有所謂的H跟I 那H跟I的水平 它的採光 它的邊間格局 這些我們買房子也知道 這價格一定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再這麼小步 是不是再把區隔出來 我相信這是比較有的地方 這如果住戶到時候有再提出來的話 我想會跟市長這邊報告會再來做個檢討 另外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架構土地 是不是一定要以分割為前提 就是說一旦要賣土地的人 就不能加入都市更新會嗎 是這樣喔 就是說 就我們是尊重這個 受在乎它的一個權益的表達 因為現在就很明顯的兩兆雙方的 思考的出發點是完全不一樣 那就這個賣地的部分來講 它大概基本上有兩個很大的出發點 一個當然是 它希望遠離這個傷心地 它不希望再在這裡 再看到這個重建 就是它本身心態上 因為看到那間樓的房子 又站到那麼高 對 它就想到它 過期的 第二個是說 因為它也急著想要拿錢離開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你都更不是說不能去買它的地 也可以 那當然就是透過我們常常所講的 你如果在雙方協議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所謂的協議分割的過程當中 它去買它的地 那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 都更放一方去買它的地 雙方可以談得攏 那是一個 可是如果談不攏 又我們要尊重它本身 就是不希望再看到這個地 它屬於它的部分又被蓋起來 對 那最好的方法還是就協議分割 因為你不協議分割的話 你又混在一起 又要等到都更的流程 一直走到很後面 才能去處理 那我想對於這個 目前想要主張共有物分割的人 這些人來講 那他可能心情上 他就會覺得說 對 因為我們 我們很清楚知道說 我們真的其實我們了解他們的心情 想要離開的人 其實是真的很想趕快拿到這筆錢 那才還可以去外面再重新新生活 所以我們就是時程上 我們要去想說 哪一個時程會對他們比較有幫助 所以你說協議分割 目前看起來是最好的方式 可是我翻法令 協議分割是要百分之百同意 沒有 他協議分割是這樣 他協議分割算是 共有物分割的一個手續 對 他是這樣 因為其實雙方來講 今天只要有大概共識的意願 因為我想大概就都更這一邊 所以不用每戶都同意 他是這樣 因為雙方只要 提出來 對 提出來只要另外一邊 他也不反對 他既然可以接受 那就可以 那但是今天如果說 雙方真的是有對立的這個局面 那個才要進行到所謂的裁判分割 那個其實也只是過半的地主 提出來就可以了 也不用到全部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是認為會比較快 比起你都更 一直要走到最後的階段 你的更衣世界計畫送神以後 你再去要求要做分割 那其實都差不多等完兩年了 我想對於現在想要急著要離開的人來講 其實他可能會就這一點 他是會產生很多的這個不滿 我想這部分我們盡量站在居中 盡可能滿足他們兩邊的需要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就是說 Total的這個受災戶 目前 聽他們現在目前的這個委員會說 還有六戶是失聯的 是怎麼聯絡的聯絡沒有的 所以說這樣假設 前提是要百分之百的住戶的同意 才能協議分割的話 這樣就剛才有困難了 這些失聯的找不到 他們現在根本就不知道要回到 所以我說這個當然是 是我們要去克服的一個難題 那當然你說協議分割不成 還可以到法院去裁定分割 不然現在還要更換贏 現在就是說我們市政府 我剛剛一開始就說 我們市政府其實是要 讓兩兆達成他們的需求 為主要目的 那當然目前兩兆可能對法令上 的理解不同 或者有一些誤解 所以現在兩兆感覺是對立的 我覺得市政府有這個念 要去化解兩兆的對立 讓兩兆其實是互相祝福 讓最好 我想要離開的就很好 未來有新的生活 我想要在這裡中間 你也不要感受我中間 也讓我好好有中間的機會 所以我想兩兆互相祝福 互相幫忙 我覺得才是會最大的雙贏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還是請市政府 要從這個方面來思考 好 感謝林議員 對於我們維冠大樓 這些祖父的關心 我們這次就是採用雙軌制 就是要抹著不一樣 意見祖父的訴求 憑說他希望立開最深的 靈魅新生活的人 我們就接受嘛 他土地就不讓台南市政府 不讓我們台南市市政府 不用說分割之後 他才可以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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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政府他會登記為台南市所有 村的要中間的人 到時候再幫助他分割 把土地分割出來 他們就可以去中間 重建的委員會 我公文已經批了 就是第一步 就剛剛吳局長所講的第一步 這部分已經完成了 因為我上個禮拜 我公文就批了 我們採取雙軌制來幫助他們 好 謝謝 謝謝 另外我想剛才在關心 這個重建 還要離開的這個部分 另外我覺得說 有一個三部管地帶 這也是最近才發現的 就是說 其實一樓的店面的承租者 有兩戶 就是一個叫棉花棠 一個叫 一個是印表機 那我們看一下 再往前看 那個棉花棠 對 這一個就是棉花棠裡頭的店鋪的狀況 他是賣那個熔布娃娃的 那所以他 包括他裡頭的存貨 據店家自己的估計 其實是上百萬的 那 這個當然就是一夕之間就不見了 那印表機 印表機裡頭 當然就是一些墨水夾 一些田蔥椅 賣這些耗材 好 那這兩間 我為什麼說他三不管 爹爹不疼 娘娘不愛啊 就是 當初 我們當然 整個圍貫的 圍貫本體 當然 如果是有居住事實者 或者是 他是戶籍所在者 或者他是房租所有權人 他都有得到 呃 相關單位的補助 那包括圍貫旁邊的周遭的商家 都有得到 包括金發局的這個營業損失的補助 包括社會局的衛助金 就是說有影響到附近的商家 剛才跟他本體的商家 就這兩間店面齁 是完全沒有補助補給人 因為他剛才七島八島沒有一個 符合他可以補助的這個資格 那當初我有請教過金發局 金發局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圍貫本體 好像就是他可能他的受傷會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先對周遭 營業損失的部分先對周遭去補助 圍貫本體在另行處理 可是另行處理之後 看起來目前就沒有處理 就沒有處理 至少到目前 這個租房子的這兩個店家 完全沒有被處理 我想是不是這部分提醒市政府 要來關心這兩個 這兩個住戶 好 這個我們會交給重建小組來討論 因為要不要補助 如何補助 怎麼幫助他們 可能我們還是要經過一個法定的程序來討論 好 就說這個事情要放在心上 不然我覺得他們這兩個店家 他都沒有覺得他自己有被關照到的感覺 好像是個孤兒這樣 對 就是說今天議員提出質詢 我們這個會交給重建小組來討論 好 謝謝市長 主席 奈市長 李秘司長 一級市府各局處所長 各位媒體先生 女士大家好 大家早 我今天要請教 我們這個中石化 精環到這裡 很多時間 用這裡的 人力盡力 來做診治 我在這裡請教我們 李拚長 現在目前中石化 它的觸染診治 它的進度 是有什麼程度 好,謝謝議員,議員好早 在這裡跟議員報告 中小法目正就是在做 我們這麼想要去除 代澳新這個東西的熱處理的試運轉 目正還在試運轉 第一波的試運轉 在差不多五月底結束 我們現在反報局就要求醫生 先停我們要化炎 化炎看結果如何才繼續後面改變 所以要不要臨力到這種熱處理的改動 以上跟議員報告 謝謝 因為總實話 以安安安宮來說 對安安宮來說 可以是一個田 一個田 當季的污染 造成一些我們在地民眾的健康 沈海 最近我一個最好的朋友 我們錄你問天后宮副主委 他是戴歐星感染最重的一個 他的值是相當的 來在頂禮拜 頂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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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還不幫助索色區 全部都圍起來 圍起來我們看 圍起來這個門 這個色是在外面 但是裡面還有煮河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 晚上人家都在外面 他把它掃起來 如果剛好人家苦不痛 的時候要出來 手也不能出來 因為那個掃是在外面 他比較在這個掃的旁邊 帶了一個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 正是這個電話 是在 中時化的辦公室那裡 我是覺得我們文化是一邊 正是跟中時化的辦公室 大家可以協調 當然這個掃 目的我知道他們就是 要將這些 的祖福 看他們可以自動搬遷 我知道目前也是 他們對這些祖福 有提出所想 有提出所想的 會不會有提出 也要將這些 好一種 然後就要 有提出 除我 在外面的 因為這次 會不會有提出 這個 要以為 說 所謂的救護的通道出來 緊急的救護通道 包括緊急的聯絡電話頂頂 請他或相關的資料 都要送給當地消防隊 讓他們可以了解 所以有關安全的措施 通道這個部分 我們要持續去從他們做溝通 去了解他們按照當初協議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有做到這樣 經過我去現場看 現在緊急的通道並沒有流 同樣又保留這種現狀 拜託我們局長一邊這裡 可以比較積極 還有這縮小的問題 現在雍小在搜尋嘛 是 目前要在搜尋當中 還有什麼鑑定 議員報告 他們都覺得是一檔一檔 應該是保存幾檔而已 因為我們委員會 指定的環圍太大 其實委員會指定的環圍的角度是 這是一個過期 在日本時代一直到建後 一個工業移植的一個地方 所以委員的角度這樣去看待 不是用一檔兩檔 不是用點的 而是用整個面的角度 去保護這個地方 既有的歷史文化的文理 我相信因為是不是我們市府這面 和中央法 大家可以這樣好好坐下來 來協商 大家可以達到一個共識 共識點 這是我的看法是不是大家可以更退步 要不然這些術書 我們各看已經 多一天就多一天 現在已經都在判了 兩天他要修復或公民的 增加困難度 希望我們市府和中央法 大家可以達到一個共識 製造一個雙贏 可以讓這些術書 可以趕快改割 希望我們帶動地圖 一些觀光 一些效益造船 要給我們報告一下 雖然他正要訴訟 不過他也是我們已經講過的 所以我們也是會繼續要求他 優管這些固執 要怎麼去加固 甚至部分的守護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會繼續要求 以上來給我們報告 謝謝 我想現在目前 專待完 這個垃圾大戰 我看引爆在即 之前在看雲林 發生垃圾大戰 我們還覺得說 這個雲林的事情 總是我覺得台南 漸漸也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這個數據 這個永康焚化廠 跟塵溪焚化廠 原本的設計量都是900 可是現在實際能處理的量 塵溪焚化廠只剩617公噸 那永康焚化廠841 那所以等於是他的設計量 其實都遠高於處理量 處理量又遠都低於設計量 是這個想 我想這個想怎麼會參加這個總控 是不是請到一個局長 好 感謝我們林議員 關心這個我們工化廠插的問題 在這裡跟議員報告 屬於你這個塵溪617 用空841 其實那是 就是我們現在在燒東西 不是說只有油到肉桶一天 其實還要 整個說起來就是900噸還要在塵上 它能夠承受的熱質 所以兩個塵起來的總容量 總數才是這個爐子可以承受的東西 所以如果617跟841 它是用360天 所有的總容量達到熱質已經夠的時候 它的除以360天 那事實上這是環保署的統計方法 那所以這個議員 從這個數字來看是沒有錯的 因為議員一定是從環保署的網站去抓的 這個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事實上我們紅化爐每一年都有35天的 30天到35天的稅休 它是不燒的 所以真正來看應該要去除以330 不能除以365 那如果除以330的話 我們兩座紅化爐都是 我這邊的數據 像晨熙的話就已經達到672 永康就達到889 其實我們兩座紅化爐的操作的 這個百分比都是在93%左右 這個在全國來講都是非常高的一個%數 而且我們兩座紅化爐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 就是說去年到今年我們都正常運轉 除了稅休以外 我們沒有任何的這個問題產生 這個部分 我們基本上已經在監督跟請操作廠商 妥適的操作這個熱質跟量的時候 一定要維持一個很好的運轉 這樣跟委員報告 局長是這樣子啦 因為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所以你覺得兩個焚化廠 都很正常在運作的狀況之下 所以台南市不會有垃圾大戰 就是說我們其實我們的焚化廠 是可以完全滿足我們的垃圾 包括民生一般家庭的垃圾 還有所謂的事業廢棄物 跟議員回答不是這個 我剛剛是在講兩座紅化爐 目前在台南市府環保局監督之下 操作廠商的操作的情形 如果以全國二十幾座紅化爐來看 我們的操作的營運的情形 是算是很特優的 那去年也得到很特優的結果啦 可是即便特優還是 當然那因為垃圾量跟這個 事業廢棄物它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的能量能不能處理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在議會也報告過 就是說台南市的紅化爐 依照環保署或者是我們市府的政策 當然是一般生活垃圾為最高要滿足的 對不對 然後剩下來的量我們再來協助事業 來處理事業廢棄物 所以現在我所有空間的量 我也都全部放出去給事業廢棄物了 所以我現在幾乎都滿載 你從這個表 從這個表 我的這個燒的量乘上熱質 已經是達到滿載 已經滿載了 那個數據可以再提供給議員 所以我實在沒有辦法再提供 更多的事業廢棄物進來 因為我相信有些事業它是認為說 為什麼它不能增加 那事實上我增加也有限 因為我們台南市總共產出的 這個事業廢棄物可燃性的 可以燒的 我們現在協助是燒10萬噸 可是總共大概是31萬噸 所以還有21萬噸 事業當然可以委託這些合格的清除業 到其他的混化爐 譬如說高雄的岡山 還有其他嘉義的部分 來協助燃燒 這個也是環保署在協調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有空間的混化爐就可以來燒 那事實上這個目前也是這樣在做 對 那可是很明顯是說 當然我們一定要滿足我們所謂的一般廢棄物 就是我們的家庭垃圾 生活垃圾 當然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請人家這些廠商 特別是我們現在 我們永康科技工業區也好 我們很多的開闢很多的工業區 我們請很多的廠商這個鮭魚返鄉 回到台南這個地方來拼經濟 可是我們也要來相對 要來處理人家的一般事業 所謂的一般事業廢棄物 那可是很明顯的我的觀察 很多的工業區並沒有他們自己的焚化廠 所以變成很多的一般事業廢棄物 也要到我們的焚化廠來燒 我們也必須要去處理這一塊 那所以我覺得目前當然一般廢棄物 家庭垃圾跟所謂的事業廢棄物 我們都要處理 看起來目前是沒有辦法滿足 那所以當然很多的這個業者 一些業者就一直在反應說 一般事業廢棄物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 不過我們拼經濟的東西 一定有一般事業廢棄物的產生 那過去常常去往鋼山跑 可是現在鋼山好像又爆館啊 什麼碎修啦 反正狀況一大堆 所以根本沒辦法去了 那所以變成現在產生了垃圾大戰 或者我們看出 秀出未來的垃圾大戰的危機 其實就在此 那所以而且 我們的那個晨熙焚化廠 109年就要借齡了嘛 那所以我覺得正本清源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現在你說要 要從秘新的掩埋廠 或者蓋新的焚化廠 我看都是很可 都不可能啦齁 現在的這個這個這個人民意識 那麼高漲的話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積極的向中央政府去爭取 焚化爐更新跟掩埋廠活化 就是說你要掩埋廠 以前在原台南縣的時代 是每個鄉鎮都有自己的掩埋廠 可是這些掩埋廠就我了解 都其實都幾乎都封廠了 都封了 那所以現在只剩成熙掩埋廠在使用 可是成熙掩埋廠其實人容納的我不曉 我看數字人容納其實也很少 也很少 那所以掩埋廠已經沒有太多的所謂的餘餘量 那我們是不是要透過活化 活化把它這個所謂的這個人充滿的這個容量 再把它增加 那分化爐也一樣啊 既既永久一定會派嘛 派他的運作就能比較弱 是不是要透過更新的方式 沒有去新的 不然總是用更新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是不是 拜託我們環保教一定要特別 把中央政府來進出這個經費 應該有這個經費吧 謝謝議員 議員已經有眼見 已經有眼見了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台南市還是需要野蠻廠 那因為我們還是有不可燃的廢棄物 所以這個一定還是要需要一個野蠻廠 而且我們現在目前 就算能夠燒我們也需要野蠻廠的一個 譬如說在稅修的時候 我們的廢棄物一定不能進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野蠻廠來佔置 另外在您剛剛提到 成熙到109年 它其實我們比較不願意借零 因為當時它的設計 其實 紅化爐在我們來看的話 它是20年後可以再20年的 只要經過一個好好的更新 或者是好好的一個整理 它還可以再20年的 在日本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規劃也是這樣 環保署的規劃 因為到109年 台灣大概有六座紅化爐 大概類似這樣的狀況 所以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現在也在規劃更新的這個動作 那你更新的時候 當然垃圾就不能進去了 所以垃圾我就必須要有一個野蠻廠來佔置 等到我更新完了 我再來回燒 所以剛剛議員講的非常的正確 我們要活化 我們一定要 如果在這個情形 沒有辦法蓋新的野蠻廠的前提之下 我們要應變 所以我們一定要活化 就成如議員講 那現在環保署 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已經向中央提出 我們希望中央能夠補助我們 這個就容許我爭取 爭取 努力的去爭取 一定要加緊腳步 因為說真的 這個垃圾大戰 我看其實是快了啦 好那另外 要跟局長再繼續請教的是 我們自己很多的基層的清潔隊員 都在反應 人力嚴重不足 人力嚴重不足 一個人可能要做兩梗的份的工作 甚至三梗的工作 就是說有活沒補啦 所以我就開始納悶 那我也去了解 就是說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有透過扛沙包的方式 有招考一批 所謂的這個清潔人員 那他我們好像有一個後用時間 是到106 就是明年的7月16為止 那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局長是 當時到底是六出多少人 又禁用了多少人 當時是這個 市府的大力支持之下 那我們錄取了302人 原則上是300人 因為有兩人同登同分 所以就必須要同時錄取 所以302人 那現在已經正式禁用臨時人員 他進來的時候 第一階段是臨時人員 已經有172位 172位 對 所以大概還有130位 130位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就是要 所以這個130位就在stand by 對 那當然要等出缺 出缺的程序是這樣子 要隊員先出缺 那臨時人員就補隊員 對不對 這些跑步的就升臨時 就可以禁用 禁用臨時人員 對 其實我們現在第一批這個172 其實就是大概補了這個空缺了 已經基本上補了這個空缺了 我們會在每一年的1月 跟7月16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的借零退休都在1月跟7月辦 辦了以後 隊員退休了 臨時人員晉升了 然後我們就補這些禁用人員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會在 每一年的1月跟7月 那我們預計 我們預計是希望如果順利的話 在明年的7月 因為我們才 把剩下的130個全部補 今年7月也會禁用 明年的1月也會禁用 我是說最後最後會到明年的7月 希望能夠把它全部都禁用完畢 這樣子 因為現在目前其實我說真的 我們基層的清潔人員 清潔隊員其實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覺得既然有缺 我們就要想辦法趕快去補 就如同您剛說的 臨時人員補隊員 然後我們現在錄取扛殺暴這些 再來禁用成為臨時人員 我覺得不要苦了 基層的現場的這些清潔隊員 也折磨了這些已經錄取了等待禁用的人 不會啦 不會 我覺得我們環保局要注意這個問題 我們會努力來做 好好謝謝 好謝謝 都唷 請 嘍 下去 我想問的是 我們這個 四地叢化 叢化會成立之後 這個頭地的官吏的責任 的歸屬 我先請教我們提政局 我們局長 他們現在安人區 市民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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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主 那時候發到這個小名,我是基東一廟,超後一廟那廟 幾乎超後已經發了很多,很高 我們不講的,有時候會有檢舉開發展 目前我知道都是開地主 所以有一些地主他覺得真沒公平 就說那時候他們要參加這個中央 已經有簽了董議書了 董議土地交給中央活力的處理 現在頂端發操了 我們又開法庭 環遊土地所有官員 又開法庭 所以他們任務覺得很不公平 現在要請教 中央活生理後 這些土地都會收入管理 還要提出問題 但是管理管理是什麼人的 請教長 您感謝 感謝王議員的關心 照法令的精神來看 雖然條文上沒有明確的寫很清楚 但從法令的精神來看 從後會成立之後 他的重劃計畫書已經公告完畢 所以從法會就這個土地 應該有完全的管理責任 他才能去做一個施工 所以從從法會成立之後 發生了這些 到土地完成分配點交 這一段期間 從法會都應該對這一片土地 有完全的責任 公辦的從法也是一樣 感謝教長 所以說未來我們 安保局 這片 好 如果類似有接到這種案件 是 我相信是要先釐清 好 釐清土地 這個問題 我拖開下去 我再補充 剛才那是一般情形 當然是可能會有兩種例外 第一種例外就是說 因為石膏石膏不動 也是說其他的情形 造成地主不讓重劃會 去做一個完全的管理 這一部分地主也要負他的責任 第二種情形就是說 是屬於重劃會之前發生的問題 例如說 會有可能帶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可能是應該地數帶的 這部分如果說有問題 可能就沒辦法去歸屬重劃會 大概會有這種兩種例外的情形 像這在行為之前 這就是土地所有錢要付錢 對對對 你如果重劃會成立之後 你用超劃館的 這重劃會要付錢 這重劃會要處理 對對對 現在做生 其實我們黃保教這邊 開端都開給 土地所有的前人 他們覺得不公平 我土地已經交給重劃會處理了 開端還開到他們 所以這點 我想為的得主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厲害的關係 所以他錢也是叫 沒叫就開始心裡覺得不平衡 所以透過本市今天在這裡 向兩位合長來釐清 所以未來這已經發展開下去了 這是不是 還有機會來申訴 我所有的地方 那麼我以前就想了 先去跟它們 表達那幾個月 這個時候 我叫留意 我會想做 這個時候 我記得 這個時候 當中的同樣像這種情形也是可以申訴 我們衛生局主要是針對室內的部分 室內室外就不屬於 室外就看你是環保局開的 空地空汙有時候趨公所會舉報 那他走宿院的程序其實是對的 因為我們第一個就是會看使用人 比如說他缺乏占用 我們在鹽水溪河辦一些缺乏占用 他雖然是第六核專局 但是他我們可以知道他非法占用 就是監法使用人 然後接下來就看管理人 最後才是所有人 所以我們會釐清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做罰單的時候 會請這個來陳述意見 而不是我們現場是開舉發單 然後陳述意見以後再開採發單 跟議員報告一下 謝謝 錦德議員講到重話 我在提到說 我們在永康跟東區的交界 就有個平石營區現在正在重劃中 那平石營區因為他是新的重劃區 所以他水的部分他就專管 來導入這個柴樓港溪 所以不會增加這個周邊的排水負擔 可是這樣一個平石營區如果開發完成之後 其實他是未來是一個非常 生活機能非常好的高級的這個住宅區 可是這樣的一個高級的新興社區 高度發展新興社區的旁邊 怎麼可以容忍他周邊的社區在淹水呢 我怎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平石營區的旁邊就是中華里 中華里的華新街 如果堵到燒火就淹水了 那為什麼呢 其實是他的整個的排水系統設計 其實出了問題 華新街我看這個圖 虛線的部分就是本來預計要做香含的 要做幹館 然後從那個 五十八巷這邊到華新街 然後再右轉中華路出去 可是以前有這樣的設計 可是都沒有施做 那所以以前沒有做 今天也可能困難做 因為想到要做這些的這個香含 你就要交通維持計畫看多麼困難 因為中華路是我們 這個整個台南是很重要的道路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幹線的話 那華新街的水怎麼 怎麼處理啦 那目前看的話就是說 中華路十巷以南的水 就是要去到華新街去 所以華新街他本身就只是側溝而已 所以他側溝的水在走的 有時候比較離了 然後跟中華路十巷以南的水 都到華新街的側溝去 中華路十巷以北的水 就會到 說錯了 中華路以南的水是到小東路幹線 以北的水是到華新街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要解決華新街淹水 就必須要去正視華新街這裡 的這個水利排水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教這個水利局 邵博局長 就是說 既然你幹線沒有資料完成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台灣改革 中華路 華新街淹水的問題 要怎麼處理 不要說一個平時營區 在這裡未來是一個很發展的地方 隔壁的社區 跟隔壁的聲音 感謝您議員關心 金閣中華路 華新街淹水的問題 其實議員很關心 所以我們理廠也很關心 所以我們都去現場參加 那目前就是說 平時營區未來 有一個 用推進工法做的一個專管 雨水下水的專管 直接排到柴柳港溪 所以不會影響到周邊地區 那同時呢 我們為了解決這周邊地區的水患的問題 我們也在小東路 也做了一個排水的香寒 雨水下水道香寒 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短期來講 我們就是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先運用小東路 已經完成的這個雨水下水道的香寒 我們再增加一些集水井 能夠把這邊的水 尤其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 中永街這邊 把他接出來 那這樣子讓他能夠很快的倒排到 小東路的這個香寒 排出去 那麼這樣應該是可以解決 應急先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那此外 我們就是歡迎說 柯林就是 目前就是華新街 因為他周邊的很熱鬧 商家 他中華裡最熱鬧的商家 就是復興派出所那條路 那條路就是華新街 所以感覺華新街柯林的側溝 是不是有需要 我們現在也在做一些的檢討 那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些的改建 給他再做一些的擴大 那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初步檢討是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會再跟公務局 再跟公所來研議 是不是用比較完整的計畫 來做一個比較徹底的改善 好 我想這個問題勢必要改善 那所以可以請教局長 這樣改善 讓我們開始沒有喝水 差不多要多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是第一 第一階段就是應急的 就是趕快 先把水引來小東路的香寒 先把水引來小東路的香寒 先引到小東路這邊的香寒 這樣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那但是我們整個的集水區 我們會重新再做一個檢討 因為它跟原本 原本我們目前所謂的 原本要做的這個香寒的設計 可能不好施做 因為要挖下去不好施做 也許我們就是朝向重新檢討 以擴大側溝的方式 來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就是一部分倒排到小東路的香寒 一部分用擴大側溝的方式來解決 那用這樣綜合的雞尾酒療法 希望是能夠得到一個比較根本的改善 好期待近日內 可以看到先應急的部分 測溝斷面需要加大 趕快先加大先處理 然後再來飲水的部分 也請大家 清清水利局這邊要趕快儘速 是我們會再跟公務局跟公所 趕快來研議 好好謝謝 說到飲水 我現在直接想要感謝我們市長 主政以來 登記在我們台南市做這個抵水的工程 登記投入很大的心難 也感謝我們秘書長 李局長 代表安南區人 感謝 因為幾年來的經濟 大庫的營水 安南區已經不營了 大庫的營水 變成歷史了 國間的經濟的工作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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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這間的經濟的營水 還有局部還有 還有 當然也要一項一項來改館 一項一項改館 我今天要說這間 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中河路 中河路四段 和這個鎮安五這個 這雖然是一個小區塊 但是英風在這裡有四十戶 這邊有四十戶 剛才有八十戶的租戶的漸漸 原因是因為 以前 以前這裡還沒中河的時候 一項已經中河了 這裡中河了 這裡中河了 這裡有一項既生航道 現在已經射到 因為這裡是在中河裡面 所以這裡就已經射到 射到 射到這裡有兩間的空間 一邊可以起床 中河之後一邊可以起床 就是說這邊要再參加中河 這裡的騎乎 以前是因為在民國七十幾年那時候 秋間 秋間 所以他未來 土地也是 他這裡也是 還要納入這個 中河的範圍之內 範圍之內 所以他現在這裡 倒露灰掉的時候 這裡所有的白水 到這裡都撞掉 以前是白這裡出 現在撞掉了 所以水都擠在這裡 現在這裡 那時候有肥磚骨那邊 差不多安南區 做幾個議員 都有辦幾個肥磚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改管 到政府的改管 國單位 和務局 這邊說 烏浩骨 烏浩骨是殖屬人的 殖屬人的 地政局說 因為這邊要參加中河之後 還可以改管 所以說這個問題 我也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市府 會可以 國局處 來看要怎麼處理掉 不然他住 80號的住戶有 臨場 香港市政府說 我們 一小小的事情 就沒辦法改管 對我們市府的聲譽 會讓他影響 他在牽涉到 這個土地是殊人 這個地主我有去找他 他也是說 目前就是要等 這邊有中位之後 靠我來改管 靠我改管 來 憲哥 我們現在看現中 他這條 差點水溝是在那裡流的 現在都被灰掉了 好 水就不流 不流 現在水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這是烏浩骨 以前他這兩次的櫥 整條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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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現在這裡 會比 炒啦 水啦 落後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在八成來說 這很小的事情 要到現在沒有人改管 我希望是不是我們市府一邊這裡 有一個對口 一個單位 來接一國相關 有關的局處 來鐵鐵 來改管 來改管 閃雯 我們聯絡 早ți 聯絡 從前 我們都有參加 有參加 尤其 請 原本的評訊他很了解 是不是有 阿甘部局這邊 擁護科這邊 我們去 不會蓋過六邊 因為有好過的事情沒辦法處理 是不是你們兩局 有一局來 來集結 優關的單位 來看這邊要怎麼解決 解決飲水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 我們請教水利吉 王 Cos passionate 先生痛苦 代表對貿易 白水的問題 感謝王議員很關心 隔壁冰水的問題 我們了解 公交當然 紀錄要改天 要待到团代後 因為团代要 一定 fold 株child Euchige Independence 整體要做得好 但是第一句 我們就是希望看得到可以像剛才 像中華禮一樣 如果說地主可以當然 當然我們先用這個韓館 就是說臨時的 算是臨時應急的先用這個韓館 可以把這些水收集了 尤其是烏浩溝 這些水收集了 我們就直接可以接出來 所以這個部份 如果是說 可能還來參加地主家溝通 可能要麻煩宜澤家來協助一下 就是說那是臨時的 不是說做在那裡的英文都放在那裡 看能不能用這個臨時 我們先帶這個韓館 先把這些水收集出來 有 我先去找地主家 他是同意說 如果人家這裡有起床 兩間起床 他會留一條糕給他走 我想說因為剛才局長也說 用完還要做很長的時間 對 在這個低時間 我想局長的方法是最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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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帝主這位 議員 服務處這位 作回來出面 大家作一個 會看的 有一個正式的紀錄 有一個紀錄之後有同意 我們先來作這個臨時的韓館先接出來 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來看 這部分拜託叫長這位 由主委叫這位來主導 我先補一下 這是先臨時的 臨時 我知道 就是因為臨時要由你們主導 因為我們講到時候 他們不相信 市政府說他們可能會比較相信 致主可能會比較同意 好 謝謝 感謝 好 來 在這裡我還有一個點 就是說這個俄羅 我們這個慶賀羅 在那個 理事保護館頭前 在這個鑑大前那個 檢主客的旁邊這條 我們陸前是進出15噸以上的車輛進入 這個 當然這個路關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這邊就是在英安 我們在英空這裡下去了 在這裡下去 它就是燙安現在的這個台江大道 把它做好一段 台江大道一段 現在進出15噸的車輛進去 會做成怎樣呢 因為 來 個憲哥 我剛才請賀羅那邊是從這裡出來的 出來這裡是台江大道 這個 荷順江的區是在這邊 這個台江大道滴滴起來 到提領道路 它就是進入貨車行駛 所以這樣來講 第一 荷順江的區出來的車輛 就不能走一遍了 這裡也不能通 那也不能通 有空車輛到那裡還要回轉回來 要走 安和路還是從 台江大道這高到巴 還寫在英空出離 從高雄海關出離 廢車 這工就一定廢車嘛 廢車嘛 那這樣的時候 這條台江大道在他家做的 在他家做的 就像車車到 歐洲走而已 廢車就沒辦法出去 因為他還在荷順江的區裡 荷順江的區出來就是他 你還可以讓通行 他剛才走過的那個中河路 就在三間店 從英空交路上升 我想說這裡是不是我們交通局 要討我們交通局 是不是可以研究 可以解除這個15噸後車 這個限制 這個限制 請問交通局局長 你 感謝議員的關心 這件是因為 台江大道一段通車之後 的確有現場發生這種問題 那河順工業區 這條路如果沒有開通 它要到交流道就要繞道 反而會造成交通的不便 也非常感謝議員的提案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大貨車的開通 我們是比較慎重 我們要三階段來進行 所以議員建議之後 第一個要到現場去會看 所以我們在5月6號 已經會同相關單位去現場會看 初步認定是可行 第二階段就是要到 道安工作圈去討論 我們在緊急也在5月19號 召開道安工作圈 那討論的結果 那各單位也確定 這個可行 那包括配套的方案 跟前置的作業 我們都已經在準備 但是第三個階段 就是我們必須要到 道安會報去審查 要備查了 那道安會報 我們這六月份 道安會報是在6月7號 然後我們也把它排入議程 所以原則上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們在道安會報審查通過之後 我們很快大概一個禮拜之內 就會開放 好 謝謝 道安會報請局長 跟委員多溝通 希望能夠通過 那如果說 原則上應該委員都看過 應該OK 以局長認為可行 但是後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現場 轉角 如果說 允許大貨車進入的話 因為我去那邊看好幾次 如果是連結車 或是 比較長一點的 40 40 40艘的廢戟 他如果要回到 這個 這裡沒有結車 他這個 放到台南大道的 道路 的設計很奇怪 沒有結車 這邊也沒有結車 這邊也沒有結車 沒有結車 在這裡過 我們這裡看清楚 在這裡 沒有結車過 他會爬過這個 如果要左轉 他要爬過這邊的車道 他 車頭要爬過對面的車道 才能夠完全抹出來 所以這樣做成會變得很危險 逆向 這邊的部分會變得很危險 這邊的部分會變得很危險 所以說 一家 我建議說 如果 道安會把這個 15噸的 判斥 改毒 希望這個 公務局這邊 是不是可以改善這個 樓口 這個樓口 讓它順滅 不要這樣 直腳 直腳 可以 直腳 左轉 可以掐 這樣 順滅可以通行 翻過 這部分 我敢不叫我們 局長還有什麼 看法 這個部分 可能有關閃了這個 土地 所以 我們會叫 高農局 跟這個杜花局 來作為 來會看 聽說 我了解這裡怎麼有台藤的 台藤可能是台藤 因為 台江大道 原宿它是60米的 現在不正開20米 旁邊還有還有1515 20 1515 空間 聽說 有去問過這裡怎麼有台藤的 可能是台藤的土地 那這樣就 應該杜花局這邊如果 變更這個 這個道路的話 鎮跟設計應該是比較單純 應該是 當然是 我們那個 一堂那是 衛族寬徵收 所以衛族寬徵收 所以那個 柴角原地是柴地 比較多面 所以現在 這個土地界有 要做修正 就是說 把這個路線 促到夠這順 複合這順的 修用的時候 柴角就會定裁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配合 甘部局 麻煩一下 速度要快 因為這裡比較適合 急迫性 不然他們這裡 廢車 他們賀孫港也開的 這裡一些 事業主要說 你開這條就開開了 有時候再把我們 聲音從這裡來 還趴著回去 他們如果 不用這筆 警察又開了 所以我們 接著 當時 是 衛族寬徵收 是 這幫我們 再來 都要叫 幹部局局 這邊 速度要快 改善這裡 用車的問題 好 來 因為這個 丁飛機 本席有參議員 有這順 安安區 燃這個 英空 在這個 英安區 經常 抵擋 太平道 之後 現在叫作 Permain 我인데 建議 fully 在難料 整個 服務 用 發生 ğvel 相 一直有在關心說希望透過這個化合大橋 來改善英雄和安南區之間的交通問題 讓我們都擠在英安路 不要擠在這個百英路這裡 不要一直擠在這裡 所以現在我們同步 差不多有幾個事情 第一就是 目前這邊已經有正處到這個 沿水溪的環核快速道路 這第一個可以先改善 第二就是說這個化合大橋的部分 我們在安南區的 在我們台南區的第五次桃花檢討 已經有做一個提案 在英康的桃花檢討也有做一個提案 他剛好看兩個都計畫 兩邊現在有做一個銜接 也有跟鑑武局這裡已經有集這個動員的連接 要怎麼做 現在是確定兩邊的路是接不起來了 收盡後接不起來 因為比較可惜的是那個 跟那個沿水溪的這個快速道路 因為在安南區的這個窗房太近 他們就做不起來了 所以減期的做法是 只要兩邊有銜接 但是先跟 沿水溪環核快速道路先 就是說不做跨橋的連接啦 只有跨那個沿水溪 但是跟環核快速道路就沒有直接在跨 是大概先做這樣子的連接起來 未來到我當然連接 長期是可以 就是說單一這個使者之後 我們再找那個適當的切點 再另外再切渣道上去 是 這樣完結上就是對安南區的鎮安路嘛 盡情說依然會有困難嘛 會從鎮安路這邊接 接英空的鎮南六街 對 在這裡可以趕到英空的泡河 這裡出貨嘛 是 好 感謝 謝謝 講到道路 我在這裡也要向英空市民 跟我們市政府請命 永康是第一大人口的行政區 所以其實道路的暢通變得很必須 那現在就是說 從所謂的永康 舊永康地區 要到銜接到大灣 其實目前看起來 中山南路要連接永大路 只有 永平路 永平路就是所謂的南大附中的牆邊 算東邊的牆邊 算 東邊的牆邊的永平街 跟 西邊的這個文化 永二街街文化路 才能往大灣去 那不就要再到英台路 不就要再對中華路 他又哭一人 對小島路去 所以 如果可以在南大附中的 西邊的牆邊 在開闢一條道路 來銜接這個永新路 整線來銜接的話 這條路的話 這條路的話 可以直接趕快 對中山南路 可以趕快 永康社交管 這台這裡 那個 對大灣那裡 這是一個非常便捷的道路 那這個 都市計畫看起來 是12米的計畫道路 那目前的現狀是 前面在中山南路頭上這站 是目前的現狀是 4米至8米不長的單行道 單行道的道路 從中山南路 從中山南路單行 往這個永新路 往大溫的方向的單行道 所以跟蘇聯能偷寬 為這個所謂的計畫道路的這個設計12米 這樣就可以雙向通行 那到了 因為綠色那部份早了 已經是 做好的那個道路了 所以只是要拓寬前面去載 來做徵收跟那個拓寬道路的這個計畫 那所以 如果可以通 比較實行 是可以讓這個中山南路 銜接永大路大灣這個地方 跟多一條 辯解的道路 那多這一條 真的會 嚴重來紓解 會會大大紓解 這個永二街跟永平街的這個車流量 因為現在如果是上下班 永二街跟永平街這邊都很可怕 那所以是不是請教公務局局長 蘇局長 就是說 這條的開箭 是不是來幫我們倒腳踏一下 讓我們英空走一條路 來做處理 是 向林議員報告 這條路是這個中山路 要平行 平行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 台南台北 它最長 這個中間都沒有一條岔路可以過來 那 民主這條 這個清洗的部分 因為它過去 多一間就12米 所以它那時候是 在那個公共色系保留 在那個轉眼裡面 就 精修 開票 這次是因為在 通報警特 發現有這個 所以 所以 就 越起來 大概 對八米 這本來是八米而已 所以沒有精修 就幾十幾米 所以這裡做起來 當然對這個交通是有 它的好益 因為南平這裡已經有很多的組合 要過這個中山 南路都比較不便 不過這因為這個 經費 有得太大 台灣國際 大概要 一月五千萬 這 我們盡量來 正處 來看 我當然來 求求這個 經費 這個問題 拜託蘇局長 因為你對英空 非常熟悉 所以說英空的 這個交通的狀況 真的 可以整 開票 這次 黏起來 其實會真的 對英空的交通 很順暢 總是因為英空 開始 現時 寸土寸金 所以我知道這個 包括政修 土地事 這都 很大條 但是總是要拜託 我們市政府 也拜託市長 來支持 來研究 支持 這條道路的開闢 讓這個永康 真的多一條 回家的路 這點在拜託 市長 跟公務局 這邊 謝謝 來 那個 放開 來 我要 我想 台灣 是一個 宗教信用 自由的地方 可能 國宗教有國宗教 不一樣 的總控 在台灣的 道教 來講 民間信用 有這個廟 我們的廟 都有這個 五贏 五贏 經過 報紙也有報 就是 五贏 遭檢舉 佔用 公園 富地 當然 幹部局這邊 就是說 如果五贏 比公園 先落腳 尊重 地方的信用 不要強制裁券 但是 經過 我知道 減肥的人 不斷在減肥 不斷在減肥 地方 包括公所 以及 幹部局這邊 我想也是 不勝其煩 不勝其煩 因為 身材料 知道 我們這間廟 它都有 東、西、南、北、中、營 這個營館 就是 我們一個國家 在邊疆 四個頭 顧住 派平常 在那邊顧 中人這就是 民間市場的一種 我想大家都可以 農人 但是 當然我也知道 減肥的 身份 減肥人的身份 一家 我也要 最主要要拿出來說的 就是說 那不叫沒要聽 不對 但是 這個東西 英文存在在那裡 減肥的人 同樣繼續在減肥 我們身份也好 工作也好 支付也好 不是就是 要去接行嘛 包括說 也有減肥 在我們這個 鄭峰家來 也在鄭峰家 本事在這裡 提議就是說 這個五贏 幹部叫說 比公文以前漏腳 因為是鄭峰家 都是中華 現在這個 的地方都是 中華過 中華過 他是在 路邊 這是在 江峰來 幾乎 鄭峰家的江峰 都是 中華出地那麼多 他為什麼 他的贏在那裡 因為他以前 他還沒中華進行 他就在那裡 最古早的 贏在那裡 是土堆插柱湖 還有 背後還有這個 這個 處形 繞出來 要中華的時候 他是先半套 前套 中華之後 他又回來完尾 所以說 是不是 市府這邊 我們這個 民進局這邊 因為 市廟 總共是 我們民進局 會走路 是不是民進局 和幹部局這邊 想出一套辦法 要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局長 有什麼想法 感謝議員關心 因為 我贏是我們 民間信用的 這個 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 他頂於是 這個 公廟主審的 這個 部隊 頂於是 作為 這個部落 防禦的 新民 所以 他有他的 這個 永遠地 所以早期 因為部落的 形態 所以有這個 公廟的 這個 設計 來保護 政策 尤其在 阿南區 我想這個問題 大部分 都在阿南區 發生的 更多 是因為 剛好阿南區的 發展 跟部落的 形態 後 變成 一個 多 企劃的 所在 所以 應變出 這個問題 出來 目前當然 對 五行的 這個部分 並沒有 一個 管理辦法 不過 因為這個 傳統信用的 部分 我想 我們 叫人來 研究 針對 這部分 要怎麼做 一個更好的 管理方式 這部分 也能 來調校 可以 對傳統信用的 這個 保準 也對 地面的 發展 當然可以 減顧的 這個部分 這樣 拜託 我們 認識 這部分 跟幹部 這部分 可以 來 比較早 比較快 來檢討 還是來 設定 是不是 在我們 定 這個 管理辦法 在我們 公分管理 或是 事廟 管理 也好 來訂出 一個辦法 因為 你說要 聽 三天你 跟他聽 幹部 這面 有什麼意見 陳局長 請坐 對這個 東西 當然 那個 公分管理辦法 裡面 是有規定 無分 是不可以 設計 不可以 做的東西 這個 公議員 所建議 我們可以來研究 當然要考慮說是不是這個東西 教我們公園的經關 是不是可以融合 我們是要考慮的 不過既然有這個 或是一個信用 我們來研究 來想看我當人訂的規範幕 是 好 感謝 市長先生 是 感謝王議員 他雖然是 說我贏雖然是忠告信用 不過市政府怎麼要 我們要以法行政 是無法去建立一個 辦法或是說法律 在公園的範圍裡面 陰尊五行在那裡放 這個我相信 這個法律上有困難 但是就是說 可以就告案 會告案 去改割 看什麼地方 算不影響到台中 輸用這個公園 不然這個今天五歲 今天這順後 今天五歲 說五贏以後要採 都可以 我想這個五歲 因為公園開剖的目的 就是要讓市民在這裡表現 另外就是說忠告 因為這個公園 當然我沒有研究 我沒有像王議員是 王總幹事 我這樣要研究 他這個 他有一定的環圍嗎 一定的鼓勵嗎 有 一定的方向 他不可以收拾 現在比較方向 還是比較欠 小部分修正為在 因為 另外就是說 因為這個時代的變遷 你這次越來越大越密集 越大越密集 你差不多是 因為你這裡剛才有一個公園 嘛 你如果說 騎房子要怎樣 他現在這個五歲都沒有辦法 一比我 我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廟本身 因為這個宗教 可能我們要去 要比較有一個彈性 當然也是 要有彈性 對 因為很簡單說 這個地方是說 我們如果說是騎房子 要怎樣 人家騎房子 住地區蓋起來要怎樣 我當然騎起來就不可以了 在樓梯 所以 所以一般 這樣說起來 會刷所在嘛 好像沒有也可以 有空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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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刷所在 所以我說 這真的 這可能沒辦法在那裡 那 真免得跟王議員說 好 不然我們 訂一個辦法來 讓他 合法法 這可能做不夠 因為他有上位的法律 就是說 因為公園就是做公園的修容 這個有上位的法律在這裡 是 市政府 民進局是可以幫忙到協調 總案師 這個王總案師也可以到協調 還是去找道教 這個 你們的道教 相關的組織 大家去 中華道教聯盟 你類似這種 因為時代在進步嘛 這個就是說 五行 以後要怎麼因應 時代變遷 可能沒有空間的設立 有什麼方法可以來替代 恐怕可能要 這個方面可能也不能夠沒有 可能跟王議員說明一下 現在算我怎麼去小談判呢 因為 因為我今天要五歲 這個 剛才我叫民進局 和幹部局這樣 我今天要五歲 在這個 我不是說要邀請一定要 就地合法 為什麼 還是說 也是要有訂出 看是不是有一個官衣方法 還是設置的辦法 因為他有上衛 上衛的法律 不用公園 有公園的法律 我們基進府定的辦法 是行政命令 也不能抵觸這個 最好的就是 就個案 你說民進局 對 還是相關主管 因為你不一定在公園 你有可能是其他的地方 所以跟主管機關 跟廟方 大家去參選 看什麼地方 但是另外 我是比較建議說 因為時代在變遷 那不是每一個廟的五年 都有空間可以設立 一般在安人區 都在台北 那是正頭 都在看 空間不一定有空間 是啦 你安人區未來 我們弘弘議員他比較了解 我們中學區這邊就比較 沒有 也有啦 也是有啦 是放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也看過在廟墊邊 是啊是啊 那是中間 廟墊的邊那是中間 那是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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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 用台北 我幫你率面來處理 了解 謝謝 再次我要請教我們文化局 這個台江文化中心 現在目前 進度有正常嗎 原副 目前進度 都非常正常 今天主要是地基開發 這都是地基開發 這個部分 我想這是大家很期待 是 文化教這邊要 加入進度 我們現在每禮拜都開幹部而已 那處長的部門有準備要再發報嗎 有啦 有在進行啦 是是是 好 謝謝 感謝 今天議員說到我們 我們褲子的台江文化中心 我也要做這筆 謝謝市長 讓我們永康區有一個新總圖 在永康這個地方 永康是第一大行政區 那他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 稱為工商大政 所以人口會急速增加 那他的發展也非常快速 可是真的長期以來是缺少文化的這個注入 所以有那麼大型的這個文化建設在這裡 真的是非常感謝市長 那特別是本席在前年 5月12號的那個市政總質詢 就有提到說 永康的人均圖書資源最低 這確實跟其他的行政區比較 確實是如此 所以他人多嘛 分母大 所以變成人均的數字就變得很少 那所以永康確實需要真正的圖書館 那原本在永康社交中心就有個圖書館 那可是那個規模很小 那所以新總圖在這裡 確實是充實了永康的這個心靈上的這個饗宴 這點真的非常謝謝市長 那我們期待文化局這邊 就是在這個興建的過程 確實監督 讓他可以在明年 預計明年年初要開工嘛 那看後年年底 看能不能竣工來啟用 跟議員報告 知道林議員對圖書館的業務非常的關切 那市長也是非常的重視這一次的 新總圖的一個興建計畫 那所以我們也是都加緊在作業 那6月23號就要進行所謂的都審的審查 所以我們相關局處都非常的積極 來協助本案的進行 好 謝謝 另外就是剛有提到永康有一個社交館 那社交館裡頭有個演藝廳 那可是這個演藝廳 因為以前早期的永康事工所的設計不良 那所以這個演藝廳其實是一個很怪的演藝廳 那這個很怪的演藝廳 變成很多的這個表演團體 只要來一會看就不會來這裡展演了 是因為這個演藝廳真的是長得很怪 包括他的舞台跟觀眾席太接近 包括他的舞台根本完全沒有後台的設計 而且舞台又很窄等等的很大的缺陷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演藝廳如果要讓他有演藝廳的功能 我覺得勢必要花大錢去做一個確實的整修啦 那不然你現在不想把它修理不想把它整修 放這樣說真的充其量就辦一些所謂的小學生的頒獎典禮 或者表揚一下模範父親模範母親就這樣而已 這個演藝廳就變得毫無功能了 可是這不猜耶 因為永康社交館社交中心在坐落在這個地方 剛好也在探索公園的旁邊 其實這個地方算是一個也是一個文教區 所以我覺得浪費這個演藝廳其實是 所以真的要拜託文化局是不是可以想辦法 因為當初縣市合併的時候永康的演藝廳歸永康虛公所代管 那像你現在你現在文化中心的部分 包括台南文化中心 包括歸人 包括新營 包括連新化都是在文化局直接管 不過我永康這頂就是沒管 就是用庫公所代管 了解個中真姐就知道說 這個演藝廳根本沒辦法展演 所以你也不需要管用永康區公所代管就好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改變它 是 根源報告 那永康社交館的演藝廳 那其實我們也幾次去會看過 那知道它目前的確就沉入剛剛議員所指教的部分 演藝廳的空間其實規劃的並不是非常的好 現在使用比較多的就是借給幼稚園做畢業典禮的一個頒獎 那麼我們也希望說這個空間可以加以活化 所以原本區公所已經在去年就要做了一些整修 但是我們覺得整修那個部分其實對未來的一個營運上還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今年就請建築師做整體的一個評估 那要改要怎麼改 那才能夠讓整個空間做更大的一個使用 那包括因為目前裡面有圖書館在裡面 那也有我們行政人員的辦公空間 也有研習教室展覽空間 那麼我們現在是整體去做評估 那會在明年的時候提出一個比較好的方案 那再來進行討論說那是不是要朝這個方案來做改善 好 謝謝 那無論如何我是真的覺得永康演藝廳這個空間 確實要做一個充分的利用 那即便未來有新總圖 那那次的專案報告也很清楚 新總圖內部是沒有演藝廳的設計 他是有一個小劇場 三百人的小劇場 那所以其實 如果說未來有比較大型的 像說一些鋼琴的演奏啦 一些音樂的展演或者劇場的展演 其實這個演藝廳還是必須要 因為永康確實人口那麼多 那如果有就近的演藝廳 其實可以充實大家的這個文化的素養 所以演藝廳拜託 還是請文化局長多費心一下 會會 我們會積極來辦 好 謝謝 另外 市長都稱我是棒球議員 所以每次質詢一定要講到棒球 是因為我真的是一個棒球迷 所以對棒球這件事情 他是我的這個生活最大的這個樂趣 那關心棒球我們就要開始來 從台南開始關心起 那我覺得就是現在市長 其實也是一個棒球市長 市長對棒球的用心 其實大家都看得見 所以我們爭取到了三屆的 這個世界少棒級標賽 在台南主辦 去年其實辦得非常成功 然後我們還有Snoopy來當代言 那去年在這裡也確實有那個 台南成為東方威廉波特的雛行出來 那個感覺那個熱鬧的程度 那當然美中不足的是場地的問題 因為我們原本設計的亞太棒球村 我們專屬的少棒球場 因為沒有辦法如期完成 那所以我們去年就用在 散化跟歸人的棒球場 然後還有把台南的棒球場做一些改裝 來充當這個場地 那當然我們希望明年的這個WBSC 就可以真正的在亞太棒球村裡頭的 少棒球場來舉辦 那按照規劃就有兩座的少棒球場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要打造成 東方的威廉波特的準備 那所以真的很關心這個的進度 到底如何 是不是可以請教育局陳局長 來說明一下這個亞太棒球村 現在是公務局 公務局負責 那所以亞太棒球村這個少棒球場 到底能不能在明年齁 七個要比賽 這次也要五六個就完工齁 所以是不是有辦法在那時候的完工 亞太棒球村它有這個職業棒球 也有這個少棒棒球場 我現在是做少棒球場 那本來是用統包的 那因為統包呢 第一次招標沒有人要投標 那為了趕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目前呢 就是以這個一般的方式 一般的傳統的方式 先委託設計 然後再招標 那間對的大概就是說 明年要舉辦的這個少棒球場 那麼我們目前計畫大概在七月的時候 大概會設計完成 那到明年四月可以完工 那這樣的話大概可以應付這個明年七月的這個少棒子比賽 四月可以完工 好OK 希望啊 想說可以真的賣年 這個比賽能夠在這個新的救助來鼓勵 那未來這個兩太堂村整個如果起造完成 我上次總質詢的時候就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真的要把台灣 我們打造這個台南 成為這個台灣的日子寒子的這個春訓基地的一個重鎮 那其實南台灣其實很多的球場 我們可以其實也可以請中央政府做個比較好的整合 然後讓日子寒子有系統來請他們來這邊 創造所謂的這個體育經濟學 運用這個來創造商機也讓我們體育新盛 另外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目前台南的傍運的現狀 我們用哨棒來看 因為哨棒是最沒有其他的外力的介入的問題 就是說沒有挖腳的問題 就是說哨棒的好跟表現的好跟壞 就是突顯了我們真的棒球的現狀的發展是如何這樣 如果從102年齁 我們現在哨棒有三大杯賽 有三大杯賽是指標性的杯賽 一個叫做Toto杯 一個就是賀寶福杯 今年在台南舉行 一個就是謝國城杯 那這三個杯賽 我們看一下成績 其實我們是逐年在退步 102年Toto杯還拿到冠軍 103年賀寶福杯拿到亞軍 104年的Toto杯跟賀寶福杯 都拿到第三名季軍 特別是賀寶福杯 去年的賀寶福杯 我們是跟桃園並列 為什麼跟桃園並列 因為落後沒有比 所以並列第三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樣看起來 我們成績從冠軍亞軍到季軍 那就是成績很明顯的在退步 今年呢我們來看今年 完全沒有進入準決賽 看謝國城杯 謝國城杯是一個重要的杯賽 他是LLB世界少棒聯盟 亞太區的少棒錦標賽的選拔賽 那這個選拔賽 你們看我們的成績 我們打了三場而已 第一場贏了新北 那連續後兩場都輸了 高雄跟澎湖 然後兩場還被 再來 Toto杯 Toto杯 他是美國小把聯盟的選拔賽 我們也比了三場而已 然後第一場 就輸了澎湖 然後最後一場 輸高雄也被淘汰 第三個杯賽 就是今年在台南舉辦的賀寶福杯 五月舉辦的 我們打了四場 多了一場 可是我們 第一場就輸了澎湖 然後最後落入敗部之後 又輸了 連老去用call game 去用淘汰 這個賀寶福杯 那是賀寶福杯 就是很重要的杯賽 因為明年的賀寶福杯 就是 世界少棒錦標賽的選拔賽 那明年的賀寶福杯 要改名稱叫做華南金控杯 可是意思是一樣的 還是一個世界少棒錦標賽的選拔賽 那如果按照今年這樣的表現的話 我看明年我們在台南自己舉辦的世界少棒錦標賽 的代表台灣的隊伍 我看可能沒有沒有半個台南的球員 因為 連準決賽都沒有比你 人家去抓到你的球員 所以 這其實是要認真 減透的一趴 但為什麼我們的少棒 今年的表現會如此的不好 那 我覺得我們如果來看其他的縣市 為什麼好 桃園 桃園其實是一個很可怕 這幾年來在體育上很可怕的一個城市 特別是棒球 桃園 桃園 他 我們如果看他專任教練的禁用的 過程 你們就可以理解說 似乎專任教練跟 選手的表現有高度相關 桃園98年度禁用了12名的專任運動教練 99學年度的全中運 就變成36面 本來是23面 就大幅成長 他99學年度又增聘了16名專任運動教練 101學年度又增聘了18名專任教練 幾乎每一年 都有在增聘新的運動專任教練 讓他的運動專任教練的總數變得非常的多 在棒球部分呢 桃園的棒球的專任運動教練有12名 那這12名的棒球運動專任教練 確實替桃園的棒球運動 締造了非常優秀的成績 我剛講的那三個重大的杯賽 TOTO杯 謝國城杯 跟賀寶福杯 今年都是桃園冠軍 桃園在謝國城杯的時候更可怕 謝國城杯是三級比賽 有少棒 青少棒 青棒 三霸王啊 三個三級棒球都拿到冠軍 所以在謝國城杯 謝國城杯是今年最早比賽的杯賽 在謝國城杯三連霸 三個冠軍拿到之後 鄭文燦市長馬上發了150萬獎金 加獎這些球員們 加獎這些教練們 訪問教練的時候 問說教練 怎麼可以拿那麼好的成績 你們的 你覺得你的感想是什麼 教練的感想一致的都是這樣說的 他說 感謝桃園市政府 讓我們這些教練 有正式專任教練的缺 讓我們的生活有保障 讓我們無後顧之憂 可以專心的教小孩子的球 如果這人不是說教練 是政府教練這樣說道空的 那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要發現的問題所在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然 我覺得市長 在這一部分 就是說對於整個的 我們的體育的這個培訓 包括棒球這部分 其實是非常關心的 那所以在這幾年來 其實也不只我反應 不只本席反應 其實也很多的議員都在反應 我們的專任運動教練 確實數目太少 縣市合併之前就是20個 但目前也20個 那大部分都是用所謂的 約聘僱教練 那我們約聘僱教練的制度又很奇怪 也沒有分級 三萬塊四地下給 我想洪玉鳳議員最清楚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 市府確實要有所改進 那就我了解 現在體育處也在演你 就是說市長也有指示說 這個事情確實 每一年這樣講 那市長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也是太嚴重 我們必須要改變 那所以也有演你 也請體育處來演你這個辦法 那如果按照這個 據說的計畫不變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會徵聘多15個專任教練 原本的約聘僱教練數目不變 那多了15個專任教練 在棒球部分我知道有多5個 就目前的計畫來看 那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說 就說剛剛我說這個成績跟運動教練 其實看起來是成高跟無相關 而且體育署也來涵 就是說我們只要有設體育班 其實都要有專任正式專任教練 你有幾班體育班 你就要有幾個正式專任教練 所以體育部體育署來行 說我們要在一個基礎裡面 就要完成全部的增補工作 那當然我們台南市政府 如果今年的下學年度 就是105的學年度 如果有這樣的順利的增補 多了15個專任正式教練 我真的要給市政府拍手 因為我相信從今而後 我們的體育的成績 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因為就我如同我剛剛說 這個數據的相比 有專任教練確實是真的 會對於整個運動的成績有所改善 你說可能你們會質疑說 那是小孩跟班猴 是小孩跟教練得不可以直接的關係 我們要清楚的 小孩是一個譜譽 你如果沒有老師 如果沒有教練給他教 你說你給他很好的球棒 很好的球套 他沒有好的教練去教他如何打球 他怎麼會打出好的球 所以其實教育跟運動其實都一模一樣的 你要通過那個中介者 教育是人教人的事業 所以你沒有投資在教練跟老師身上 根本就沒有辦法培育出好的學生 教育跟其他的業務不一樣 教育是比較特殊 所以教育勢必要投資在人的身上 所以在這裡還是要請這個市政府 就說在這一部分 專任教練的部分 一定要確實來執行 那真的期待下個學年度 我們就有這個專任教練的增補 然後包括整個約聘僱教練的部分 也要做一個分級 那我想是不是請陳局長 就對於這個約聘僱教練的這個分級 跟增補專任教練的部分 這個做個說明 是 非常謝謝林怡錦議員 一直非常關心我們體育活動 尤其是在棒球的這個部分 那也誠如剛才議員所說的 就是在專任教練這個部分 市長指示 我們要積極的來辦理 那我們目前的規劃 就是原來的專任教練是 正式員額是20名 那我們現在預計增補15名 那我們也期待 就是說在今年的9月之前 就開學之前 可以完成這個增補的作業這樣 那另外在約聘僱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採用5級的方式 我們透過它的績效考核來分級 那其實分級之後 它的薪資就有很大的差別 在最高級的這個部分 每個月薪資就已經可以到達 6萬5千多元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能夠鼓勵 這個優秀的教練 就是留下來我們台南培養 培育我們的這個子弟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其實 誠如剛才議員您所說的 我們希望說我們在地的孩子 可以留在我們在地 包括我們從像今年 甚至我們對於明年 我們一些國中的棒球的選手 我們也積極的在鼓勵他們 就是留在我們台南市的這個高中 不管是南英或是台南海市 希望他們留在我們這邊打球 而不是說要到外縣市去 那相信呢 而且市長也非常重視就是說 如果這些孩子他從小一直到未來 甚至在甲祖棒球這個部分 他如果留在我們在地打球的 以後我們也會優先 來這個鼓勵他們 給他們更好的這個發展跟出路 好 謝謝 居長您請坐 我想最後還是要替 那個我們台南的體育運動 再請命一下 我上次質詢的時候有跟市長說 可不可以把體育處 升格成體育局 那市長說這個可能性不高 因為礙於整個組織編織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體育處確實應該增加人手 體育處現在其實才只有兩個組 兩組而已 那所以其實體育處的人太少 可是我們要辦的事情太多 所以那麼少的人力 你說要把事情辦好 那就可能性就降低了 那所以我覺得像說體育處未來面臨的任務 我簡單歸納就是我們還有很多的體育的要follow 那包括我們要打造成東方的威廉波特這個事情 那可不可以繼續延續我們WBSC的主辦權 那另外把亞太棒球村的整個的營建計畫 跟未來規劃成南台灣成為村訓基地 包括我們的很多體育活動 為什麼會特別舉路跑 所以古都馬拉松這件事情被外界這個負貧很多 那為什麼負貧很多 就是委託那個承辦單位很擁公的 辦得很擁擁擁擁 那如果這個事情是我們自己台南市政府自己辦 是不是就不會這樣 我相信台南市政府團隊的能力一定不會這樣 可是問題是 扁責如果不夠 沒有腳手要怎麼自己辦 所以是不是來慎重來思考 來增加體育處的編制 對不對 財族 增加體育處的編制 財政處長 主機處長 增加體育處的編制 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不然我們整個體育運動 如果你如果沒有人力 你就沒辦法來辦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要替所有的體育運動 來請命這個體育處編制的問題 可不可以請市長 來好好的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想剩下短短時間 我也請我跟王景的議員今天質詢 請市長做個結論 謝謝 是 感謝兩位議員 包括林怡錦議員 跟王景的議員 對市政的支持 剛剛的一些指教 我也要求各局處 來檢討改進 但是我特別利用最後一些時間 跟王議員報告 剛剛有關心到 這個中石化的這個問題 您關心的這個房子的問題 我們會要求文化局持續來辦理 我們也希望中石化也能夠知道 因為台南市是台灣文化首都 對於這個歷史建築古蹟 有一個比較高的要求跟期待 也希望他們能夠協助 目前環保局剛剛的這個資料裡面 中石化的熱處理其實是還沒有完成 試驗計劃還沒有完成 換句話 戴奧辛 戴奧辛的這個減量 是零 這部分是沒有錯的 這個 他雖然 他台北的總公司有發布這個資訊 但實際上那個是漁木混珠 他講的是漁儲了 就是說他從甲地移到乙地 這個移的面積是13.81公頃 是這個問題 真正戴奧辛從有到五是零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簡單跟這樣報告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林玲錦議員和王景德議員的質詢 那我們現在休息到11點30 再繼續市政總質詢 請多指望 提供 請多指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